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那欢迎收听我们八月的一个大类资产配置展望会 那我们首先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宏观的一个大类资产配置报告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短期曲折中期不变 那这个短期中期指的是我们对于当前国内大类资产走的是复苏交易的这条主线 我们认为这条主线短期可能有遇到一些波折 但是中期这个主交易主线是不会变的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大类资产配置建议 首先是股债国内的话呢还是延续一个复苏交易 那这个复苏交易由于近期的一些疫情 还有一些地产的因素呢是这个 包括一些出来的这个PMI的一个数据都是相对偏弱的 所以说在这种弱复苏交易的这个主线下呢 我们预计八类就是八月份股市还整体来说 它这个会有一些调整 它短期的话呢它这个调整不改变中期做多的这么一个思路 债市的话呢是因为在这个流动性充裕的这么一个影响 想其实债市目前国债收入率水平 其实已经处于2.75这么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认为在整个八月份它可能债市的一个调整的概率 要高于它上涨的概率 所以整体还是一个正当思路来对待 而且在复苏初期的话呢 股市也好债市也好 他们在尤其是遇到一些就是外部的一个冲击 或者说是一些利空的消息的时候呢 它通常会呈现出前一个阶段的一些资产表现的这么一个特征 而且在初期的话呢股市整体来是微赢的状态 而且内部分化比较严重 在整体来说它的估值比较低 所以说在这种低估值的一个状态下 还是具有一定的一个配置价值 但是回撤的概念也是不低的 而大宗商品的话呢 国内定价的商品的话呢 在这个政策主导下预期还是有配置的价值 国际定价的商品的话 欧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率 就是前衰退的一个阶段 美国的一个衰退预期是在上升的 尽管通胀比较高 但是的话呢预计需求端回落的力量 会逐步强这个供给约束 所以我们对于大宗商品的话呢 我们是推荐一个中线的一个策略 就是多国内空国际定价 就是多国国内定价的商品 空国际定价的一个商品 这是整体的一个大类资产的配置建议 那再提一下我们的这个配置逻辑 我们的配置逻辑其实就是根据大类资产 在各个经济周期当中的一个表现 结合我们对于当前所处经济周期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当前所处经济周期的判断 其实是汇集了前面 就是我们在前面两个月推出的这个 美宁时钟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又引入了这个普林哥时钟的这么一个理论 结合这两个周期理论所处的 就是对于当前经济周期做一个判断 然后结合这个经济周 在各个经济周期当中 大类资产的一个表现 做出我们对于当下 以及就是中短期的一个 大类资产的一个配置建议 首先因为这个是我们 第一次对外露言我们这个资产配置 所以我们在介绍普林哥时钟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对于就是美宁时钟的一个 在美宁时钟理论下 对中国和美国投资周期的一个分析 就是判断 首先我们对于中国的一个美宁时钟 就是在美宁时钟理论下 投资时钟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们是从2004年6月到至今的这段时间 那还是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胀 对于投资时钟和经济周期进行一个划分 那我们对于经中国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划分呢 我们是采用计评的一个实际GDP同比 加上一个官方月评的一个官方制造业PMI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实际的GDP同比 来确定一个个季度频率下的一个经济的 经济周期的高低点 然后根据这个季度的这个高低点当中 那个PMI最高的所谓月读的一个经济顶 然后就是GDP同比当中最低的那个季度当中 PMI最低的数值来确渡具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月读底 通胀呢也是采用这个GP加月读的这么一个指标 来进行一个组合判断 也就是用GP的一个GDP平坚指数 加上一个月读的一个PPI来判断 这一方面是我们用的是PPI而不是CPI主要 一方面是因为其实CPI和PPI它在这个2015年之后 它有一些分化 由于这个诸有公正的一个消失呢 我的一个CPI它在一个经济周期 就通胀周期上的表现不是特别明显 而且相对来说的话 PPI它要对一些就是一些在金融周期当中 或者在大类资产当中 它这个参考价值更高 所以说我们采用的GDP平坚指数 加PPI来判断一个通胀周期 然后对于大类资产的话 我们选的是股占商这三类资产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右面这个这些表格 就是这个是对于2004年6月至今的 在美宁时中下各个经济周期的一个 伦敦的一个规律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14年之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按照美宁时中 来划分的话呢 中国的一个投资市中还是按照复苏 过这个智障衰退 这么一个顺时针的顺序在伦敦的 然后到2014年之后呢 它有开始就是复苏衰退智障 过于它是历史正在转 然后在后面就开心就跳着走了 这个是就是中国投资市中的一个 就是划分 那在这个虽然说它这个在按照顺时针的这个伦敦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这个规律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不同的这个经济周期下大力资产的一个表现还是具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规律的 具体来说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过热和复苏阶段 也就是我们经济上行期 通常来说股票都是表现比较好的 然后在这个过热和智障时 阶段也就是通胀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呢 商品表现都是最好的 就是商品它的一个抗通胀属性 然后在这个衰退期 就经济也在向下 通胀也在向下 就是整体来说 不管经济向下也好 还是通胀向下也好 它对于债势都是一点利多的 所以在这个衰退期 债券是表现比较好的 就是根据梅林时中来划分的一个中国的经济周期 以及各个经济周期 大力资产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这里放了一个 就是不同的就是样本期 在中国的一个复苏期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大力资产的一个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部样本期期间呢 其实整体来说 在复苏期股市表现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同样的 可以看到2009年1月 到2009年7月这个时间窗口呢 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整体复苏期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表现 我们把这个机制期剔除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样表格 就这个是剔除了机制之后 复苏期国内的一个股债商的一个总和的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到剔除掉这个机制期之后 其实在复苏期 其实整体来说 它并没有表现特别好的一个资产 虽然相对来说股票表现还是占优的 但是它其实这个规律性并不是特别明显 像2020年这段时间 它也是一个下跌的这个行情 然后商品呢 同样的在这个时候 其实在复苏期 它表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分化的 那可能这样工业金属表现偏强 一些能化 以及农产品都是一个下跌的 但是整体来说 它们并不是说在所有的各个复苏期 都是呈现这么一个规律 这个是基于美零时钟 以及在美零时钟这个划分下 中国在复苏期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进一步按照美零时钟的理论 对美国的这个进行一个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判断依据整体来说 对于经济周期的划分是跟前面对于中国投资市中的 一个判断依据是一致的 然后对于通胀周期的话 我们直接用的是CPI 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国 而且美国的一个CPI也好 PPI也好 它们的一个走势之间没有分化 它们不存在一个就是内需传导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用CPI也好 PPI也好 整体来说 它们的一个通胀周期的是 对这个通胀周期的划分不影响 所以而且是考虑到美国是消费股 那用CPI来划分这个通胀周期 应该是说更加科学的 那同样是采用了股债商 然后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就是投资市中划分当中 我们还引入了一个现金的这么一个大类资产 同样的右面这幅图是1980年以来的40多年间 整体来说美国按照美丽市中来划分各个资产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比于中国的话呢 美美国的这个按照美丽市中来划分的话 它这个经济周期伦顿的这么一个规律 相对来说比国内还要更加就是不清晰 也就是有大家所戏成的那就是美颠风扇的这个 这么一个说法 虽然同样的虽然说是它有这个 就是周期伦顿上并没有特别的一个规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子 就是西分周期当中 其实大类资产的一个表现还是有高度的一个规律性的 整体来说还是就是在过热和复速期 那股票是表现最好的 然后在滞涨和过热期就通胀比较高的情况下 商品发挥了它的康通商品表现最好的 然后债券的话呢 是衰退期 是表现最差的 其次就是这个 债券在衰退期表现是最好的 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现金 那这个是基于美名时钟的一个投资周期的一个划分 那我们这 就这里放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智障期和衰退期的一个表现 因为就目前的一个经济周期数据数据来划分 美国其实在象限当中它还是属于这个智障期的 因为这个美国到现在目前的话呢 我们这个7月的一个CPI数据还没有出来 所以在这个数据没有出来这些美国的一个 就是美名时钟的话 本来还是在智障期 那在智障期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说表现最好的是 商品 商品的话 尤其是以能源为代表的以原油为代表的能源 其次是这个油色 然后黄金的话呢 它整体表现来说 要比其他的这些能源就是原油啊 同这些表现要相对偏差一点 然后到了衰退期 衰退期的话呢 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商品是偏弱的 尤其是将前期表现最强的能化 能化累 那是后面的衰退期就是能化最弱 然后就是同黄金的话呢 又有有表现又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经典 因为是黄金的话 它也有一定的一个就是避险属性在支撑 接下来我们重点呢 就是这次其实我们是引入了一个 普林格时中 因为前面大家看到了 就是美宁时中 它对于投资时中的划分 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粗表 比较简单粗暴 它就是在这个通胀和经济周期 这两个经济划分 它没有考虑一些 政府的一个周期调节 包括它的一个在经济 就是大力资产轮动 就是各个周期轮动上 它也不是说特别的规律 它经常会跳而走 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 就引入了这个普林格时中 这个普林格时中 跟美宁时中不同的在于 它考虑了一些货币主义的因素 以及考虑了一个政府的 经济周期调节 它在这个相对来说 在美宁时中的一个基础上呢 它在生产周期或者经济周期 以及通胀了这么一个 划分的一个基础上 它加入了一个信贷周期 大体的一个思路就是 信贷牵引出生产 然后信贷周期是先行的 然后其次生产周期和经济周期 是同步的 然后经济周期的一个变动 反映到通胀上 通胀周期是之后的 它根据这三个指标 进行一个划分 具体来说的话呢 普林格时中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经济失速了 经济出现失速 政府开始一周期调节呢 这个时候通常就是意味着这个 经济和通胀都还在向下的 这个时候政府开始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扩张 那在这个阶段当中 按照普林格时中的理论是 债券表现是最优的 然后进入到阶段二 阶段二的话呢 就是随着这个信贷的一个扩张呢 就是一些生产和经济的一些指标 出现了一个上上 但是这个时候 先行就是信贷还在扩张 经济也有上上的迹象 但是通胀还是向下的 也就是复苏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下 按照他这个理论的话呢 是股票是表现最优的 然后紧接着走向阶段三 也就是从复苏走向过热 也就是随着信贷的一个扩张 以及经济的一个上行 那这个需求端的一个表现 就是微暖呢 逐渐传导到通胀端 也就是通胀也开始向上了 那这个时候表现最好的是股票和商品 然后进行到就是阶段四 阶段四就是随着这个经济也在向上 通胀也在上 那这个时候经济恢复到了一个最高点 那这个时候政府就开始退出这个逆周期调节 那在国内表现的就是一个信贷的一个收缩 那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那表现最好的是股票和商品 然后紧接着进到了这个阶段五 阶段五就是政府退出逆周期调节之后 信贷收缩之后 经济呢从最高点开始回落了 那信贷也在收缩 经济也在回落 但这个时候呢通胀还是在涨涨的 也就是所谓的智障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商品和贵金属表现是最好的 然后到了阶段六就是 需求就是经济回落的一个压力 逐渐体现在需求 就是价格上就是这个时候信贷在收缩 经济在向下 那通胀也开始拐头向下了 那进入到所谓的一个萧条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战券表现是最好的 其次是这个硅金属 那这是按照普林格时钟 划分的一个阶段 经济就是经济 经济周期 以及各个周期下 理论上的一个资产表现 那进阶段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 就是它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在美临时钟的一个基础上 加入了一个信贷周期 信贷周期 我们这里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先行 因为信贷周期是先行指标 它这个先行指标 我们用的是M1和M2 然后同步指标是用的 工业增加值同比和制造业PMI 那之后指标呢 因为我们是制造国 所以我们还是用的一个 就是跟美临 跟我们前面对于国内投资 就是美临时钟划分 所采用的指标一样 也是PMI 大类资产呢 还是就是股债上这三类 包括股票 包括万德权益指数 上证50 互生300 中证500 以及中证1000 债券的话呢 就是整体来说 都是一些综合指数 然后还有商品 那右面这个 是我们所划分的 2005年1月到2020年6月 这段时间 按照普林格时钟 所划分的 就是各个 就是普林格时钟 就各个象限的一个 就是周期的一个轮论 之所以用的是 2005年1月 至今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们 南话商品指数 是2006月以后才有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制造业PMI 这个数值也是 2005年1月开始 才有的这么一个数值 所以说 我们这段 我们用这个理论 所衡量的 就是所回溯的 这个资产的一个 伦敦也是从2005年1月 到2020年6月 这段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跟美名时钟 所明显不一样的 就是按照普林格时钟 所划分的这个周期 它各个阶段 就是这个周期 伦敦的一个顺序 其实要比美名时钟 要非常就是 有规律的多 那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 逆周期调节 复苏过热 退出调节 然后执障衰退 这么一个顺序再走的 当然它有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 跳着走的一个情况 包括因为这个是 包括像 2020年这段时间 其实当时 已经是一个衰退的状态 但是正好 因为衰退赶上了 这个疫情 当时碰巧是 这个经济重启的 这么一个时间段 所以说在周期上 其实看的不是 就是它并没有说 是跟这个之前的 一个伦敦规律不一样 但是这个其实跟 现在的一个经济形势 也是非常就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我们往往会 因为疫情啊 或者一些外部冲击的影响 通常会带来一些 经济的一个重启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普林格时钟的 这个这个 划分下呢 其实整体上 它这个 周期伦敦的一个规律 是要比美林时钟 所划分的 这个 就是投资时钟 这个伦敦的一个顺序 要规律的多得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按照普林格时钟的 这个投资时钟 去统计了各个阶段下面 大类资产的一个表现 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版本 这个初步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囊括了 所有的 样本时间段内的 一个资产的一个表现 总体来说 在阶段一 就是政府退出 逆周期调节 就经济失速 阶段一是经济失速 政府开始逆周期调节的 一个时候 在这个阶段 债券表现是最好的 然后当随着这个 就是信贷扩张 导致这个经济 开始有些上行的迹象 也就是进入到阶段二 复苏阶段的时候 股票表现是最好的 然后到了阶段三 也就是从复苏转向过热的这个阶段 股市表现最好 其次是商品 就股市和商品的表现都是比较好 然后到了阶段四 就是开始经济有一些混暖的一个迹象 政府开始退出了 这个你就是小学 心态开始收缩了 那这个阶段呢 表现最好的是商品 然后到了阶段五 智障阶段表现最好的是 债券 然后股市相对来说表现最差 然后到了阶段六 衰退 衰退的话 就债市 股票和商品 股票和债市表现 股票和债市的表现都还可以 然后商品表现是最差的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阶段是囊括了 所有的一个样本区间 但是有些样本区间 它是明显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对 就这个六个阶段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详细的分析 首先是阶段一 也就是经济出现失速的 迹象 正是历周期调节了 在这个阶段 我们整体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阶段一 其实整体表现最好的是 就是债券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样本市间 债券表现都是 比较确定性的一个利多 股票的话呢 相对来说 整体虽然是一个 就是正收益 但是其实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在2008年 11月到2009年 1月这段时间 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把这个机制 这段时间剔除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阶段一 表现最好的是债券 然后股市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都是一个负收益 而且是一个 就是大盘股的一个表现 要比中小盘要更差 然后是商品 商品的话呢 虽然说整体是一个 微弱的这么一个 整收益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其实 并没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规律 就是其实 而且商品内部 它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说在阶段一 表现比较确定的 这个是债市 那这个是跟 就是普林格周期理论 是比较吻合的 然后到了阶段二 阶段二 就是随着新代的一个扩张 经济出现了一些 复苏的一个迹象 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就是这个 平均收益率 就是涵干了所有的 样本区间的 这个是在整体 这个阶段 表现最好的是股票 然后其次是商品 商品的话 整体它是有账有跌 还是比较分化的股票 然后股票 同样的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2009年1月 到2009年7月 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 就是影响 比较大一个极致时期 然后2015年7月 这到2015年9月 这个又是一个 当时赶上了 当时的一个股债 所以这个也是 比较大的一个 影响的一个 这次时期 我们把这两个 时期都剔除掉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平均收益率3 这个是 就是我们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在复苏阶段 其实 股票的表现 其实并没有 就是理论上的那么好 而且股票内部 相对来说 比较分化的 虽然整体是一个 正收益 但是相对来说 中小盘的表现 要好于大盘股 但是中小盘 它也不是说 在所有的一个 复苏期 它都是确定性的上涨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其实股市调整的概率 还是蛮大的 然后商品也是 这个债券这个时候 其实它整体来说 它也是分化的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 经济是向上 通胀是向下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通胀向下的 这个权重要 比经济上升的 权重要大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是总指数 就是 虽然经济向上 对债市是利空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这个不仅 包含了净价的一个变动 我们还包含了利息 以及在投资收益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债市的一个表现 它还是就是一个 微弱的一个 正收益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体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个复苏阶段 其实大力资产当中 并没有比较 确定性的一个行情 也没有说就是有个比较确定的 特别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标的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阶段三 阶段三呢 也就是随着这个信贷的扩张 经济的上行 通胀上也出现了一些 就是上 通胀也开始拐头向上 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过热阶段 在整个过热阶段 其实表现比较确定的是商品 商品基本上就是 除了这个农产品之外呢 就是工业品能化金属 他们都是比较确定的一个上涨行情 然后股票的话呢 整体来说 不管是否剔除了这个极致 整体来说 股票也都是表现比较好的 当然有些就是 有些特殊特别的一个阶段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 一个回调 但整体来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中正一千 这个基本上是在 所有的样的时间段内 它都是上涨的 所以在阶段三 过热阶段 就表现最好的 也是商品和股票 这个也是跟 普林哥周期理论是相符的 然后我们再看周期四 阶段四 也就阶段四 政府开始退出 你周期调节了 这个时候先行指标 作为先行指标的一个 信贷周期开始收缩了 但是经济也是 还是在向上的 那个通胀也是 还向上 而且经济在 已经在这个时候 达到了一个最高点 在这个阶段四的话呢 整体来说表现最好的是商品 但是商品的话呢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确定 但是它在2003年 这段时间 2013年这段时间 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回调 但整体来说 它是相对来说股票 就商品是比较确定的一个看多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商品 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 它这个抗通胀的一个属性 然后债势其实也是 就是因为它这个 不管是经济还是 就是经济是开始从高点 还是处于这个高点 然后通胀也还是像 像是债势比较 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因为利率还是比较 现在开始收缩率上涨 但这个时候有一定的一个利息收入 它可以带掉这个 竞价的一个回调 然后股票的话呢 在这个时阶段四 其实是表现比较分化的 相对来说 虽然整体是一个 盈利的一个状态 但相对来说中小盘 要表现要好于这个大盘股 所以在阶段四 商品表现最好 其次是这个股票 但是股票是有分化的 然后到了阶段五 就是经济开始 从高点开始往下走了 然后通胀也在向下 然后这个时候 新贷也在收缩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智障阶段 在智障阶段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剔除掉2008年3月 到2008年的8月 这段影响比较大于极致时期之后 就是看这个平均收益率 这个时候比较确定的 其实是债券的 也债券也不是100%的一个确定 就是股票商品表现是好一点 但商品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也是已经出现了一些的一个分化 但整体是 因为通胀比较高 整体商品表现还是可以的 然后股票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 比较表现已经比较差了 然后是到了最后的这个衰退期 衰退期的话 这是非常确定的 债券的一个看多行情 还有商品的这么一个看空 但是在这个阶段就是 农产品其实有些时候 它还是有分化 因为有时候农产品 这个怎么说 农产品它有时候 它有自己像圈州客 自己的一个周期在 但整体来说 在阶段没有战券 是表现是最好的商品 表现是最差的 接下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就是修正过的 一个投资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来说 根据我们对于中国的一个 大理资产的一个就是波动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来说 它这个理论跟普林格 投资市中的理论 还是比较相符的 也就是在阶段一 债市是最优的 但是股票最差的 商品表现分化 在阶段二 复苏阶段的话是 股票虽然是表现最好的 但是股票其实它是有分化的 然后债市也是一个 微弱的一个移民机会 然后商品也是分化的 然后在阶段三 从复苏走向过日的话 商品和股票表现最好 就是跟理论性相符的 然后阶段四 阶段五 阶段六 它整体来说都是跟理论 比较一致的 而当前我们所处的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阶段二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介绍了这个 美宁时中和普林格时中之后呢 我们在 因为我们梳理完了 各个经济周期下 大理资产的波动规律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又判断 当前所处的一个经济周期 美宁时中的话呢 就是判断它的一个通胀和这个经济 通胀的话 其实这个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因为我们是根据GDP平坚指数和PPI来划分的 PPI在整个三季度都是比较确定的一个 通胀下行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我们不用再多说 然后经济的话呢 其实经济包括我们七月的一个官方PMI出来之后 其实它对于当前的一个经济形势 它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偏空的一个 就是包括有一些偏空的一个影响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关注到 就是七月它虽然说这个官方制造EPI 它是跌到这个融库线之下 但是七月其实它跟六月相比 因为六月有很多特殊的一个因素在 因为从五月到六月 你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就是补偿性需求 也好补偿性需求订单的一个释放也好 而且七月份呢又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地方又再度爆发了一个疫情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作为环比指标的 这个就是官方PMI它是在向下的 但整体来说 它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年内国内GDP逐继而上 以及就是年内经济上行期的这么一个判断 所以在按照美临时钟的理论来判断的话呢 当前国内还是处在一个复苏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按照普林格时钟来划分的话呢 国内是处于哪个阶段 按照普林格时钟来划分 那这个先行指标是向上的 同步指标的一个经济 就是作为同步指标的一个生产 和以及之后指标的一个通胀 都是在向下的 它是一个先行向上通胀 就是同步和之后向下的这么一个周期 也就是嗯嗯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几个复苏期 嗯我们先说这个同步同步的这个经济周期 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 就是它这个有一定的一个临时性因素在 但是国内啊就是经济周期 它还是在向上的 然后这个之后的话呢 也还是就是按照按照我们刚刚的明灵时钟的划分 就是这个呃在三季度 在整个三季度 它这个PPI还是向下的 就是同步指标向上 之后指标向下 这个是我们比较确定 那我们先行指标现在还是向上的 嗯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先行指标 它会不会拐通呢 我们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呃我们把这个七天的一个回购利率 作为这个回购指标的一个先行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指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先行指标是例序的 就是我们这这个七天的回购利率 它其实七天的这个回购利率 它对于这个先行指标 也就对我们的一个信贷周期 其实有比较强的一个领先作用 它这个拐点大概是 比这个嗯信贷周期的一个拐点 大概是领先半年到七个月左右 所以说嗯从目前的一个利率来看 它利率还是在呃往下的 所以说这个先行指标呢 还是往下的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说目前的一个 我们对按照普林格时钟的一个划分 啊国内也是在处于阶段二 也就是复苏周期的复苏时期的这么一个阶段 它这个美林时钟也好 普林格时钟也好 他们对于国内所处的一个经济周期 或者说是投资周期它的一个划分 这两个也是相互相传 就是都是比较相互验证 就是认为国内还是处在这个复苏期的这么一个判断 那结合这个美林时钟 以及普林格时钟下大类资产的一个规律的话呢 以及我们对于当前处于复苏期的一个判断 来得出了我们的一个建议 所以说整体我们对于八月份 大类资产的配置建议就是 国内还是延续着一个做复苏的一个交易 那如果短期的话 那股市可能会受到一些外部冲击的一个影响呢 它会有一些调整 但是这个短期调整不妨碍我们中期的一个做多思路 再是的话呢 是我们认为它的一个调整的概率 要高于上涨的一个概率 所以说整体是按照正当思路来对待 那大宗商品的话呢 是基于这个判断的 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当前美国的一个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 我们认为中线策略下呢 还是可以做多国内商定价商品 空国际定价的一个商品 短线的话呢 是因为政治局会议之后出了一个保交楼的这么一个策略 包括近期的一些就是也有些很多会议 那我们要密集关注这个保交楼这个政策 是否会有新闻的一个政策出台 以及它这个房企的一个参与度 如果政策预期比较好 或者房企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呢 比如说也可以就国内定价的一些商品 也可以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多这个竣工 新开工的一些策略 比如像多就是像多玻璃空螺纹的这些策略 这个也是可以进行一些配置的一个考虑 但是还要看具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出 以及政策的一个落实情况 那这个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八月份大类资产的一个配置建议 那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